你知道斯林郎如果夺冠,最尴尬的会是谁吗? 答案一定是吉米·巴特勒 2018年,巴特勒带领第三阵容的球员在训练赛打爆了斯林郎首发 自信的巴特勒甚至还在赛前提前安排了记者采访 在巴特勒口中,斯林郎这帮球员就是一些烂尼扶不上墙的代表 尤其是拿到大合同的唐斯和维金斯 但六年过后,斯林郎已经从哈士奇变为狼王 当年,被巴特勒嘲讽的唐斯也成了硬钢约基奇的硬态 所以斯林郎到底经历了什么? 2020年,斯林郎手握状元签 但斯林郎高层并不想要这个签位 他们认为20年是选秀小年 直到选秀大会开始前一个小时,他们还在寻求交易 但就是这个状元签让斯林郎得到了爱德华兹 此时的爱德华兹处境并不好 他身边有唐斯的兄弟拉塞尔 斯林郎功勋老将卢比奥和替补席上的比斯利 仅仅一个赛季后,斯林郎发现爱德华兹的比赛气质非同寻常 生涯第二个赛季,爱德华兹就确立了核心位置 并将森林郎带回季后赛 面对巴特勒,爱德华兹丝毫不惧 他说巴特勒不敢打架,他只会吓唬菜鸟 强硬的爱德华兹对比皮软的唐斯 让森林郎看到了狼王加内特的影子 2022年,前决金总经理康纳利以5年4000万的合同加盟森林郎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他就用10换1的方式获得了哥贝尔 这笔交易被球迷誉为最愚蠢的交易 但康纳利深知,只要搭配合适的后卫,哥贝尔就能发挥出最大潜力 去年3月,森林郎在三方交易中得到老将康利 这个36岁的老将虽然拿着2436万的合同 但他却和森林郎的大个子们无缝衔接 在主教练分歧的调教下,森林郎成为联盟最擅长防守的球队之一 他们内线坐拥双塔,后卫线有传统空位和超级得分手 现在的森林郎像极了09到10年的胡人 他们在小球时代虽然像个另类,但他们本赛季的表现也充分说明了 传统篮球依然没有被淘汰